嗨,你好,我是黄老师,你也可以叫我Becky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很勤奋的人 他一边工作,一边还找了很多老师,报了很多班,学习不同的技能 当然,也包括英语 那有一天我就问他,你为什么学习英语啊? 他说,因为我想用英语写论文 那我又问他,你是怎么学习的呢? 他说,我报了一个班,还坚持每天记十个生词 我听了以后就告诉他,算了,你别学了吧,没用的 他问我,这是为什么呀? 我说,因为你的学习目标和学习方法是完全不匹配的 你现在的学习目标是写论文 也就是文章 那么,文章是由段落组成的,而段落是由句子组成的 你觉得你现在的英语水平是句子段落还是文章呢? 如果你是一个英语初学者 那么,你的目标就应该是把每一个简单的句子都说对 那你找一个可以慢慢的用英语和你聊日常话题 并且耐心的帮你纠正错误的老师就可以了 但是,现在你的目标是写论文而不是普通的文章 那么,你要找的老师就应该是在你的专业领域有比较深入的研究 并且,英语写作能力很强的一个人 所以,在你找老师以前,应该先想好 你的英语水平和学习目标是什么 从我的角度看,学习中文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是一个初学者 那么,你的学习目标就是把每一个简单的中文句子都说对 那,你找一个可以慢慢的和你用中文聊生活话题 并且,耐心的帮你纠正每一个错误的老师就可以了 因为,基础真的太重要了 比如,你应该说,我很喜欢英国的餐厅 而不应该说,我很喜欢餐厅在英国 那,中级学习者呢? 我认为,中级中文的重点和难点是词语辨析 以及句子和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 比如,中文里有三个词 认真、严肃、严重 这三个词在英语里都是serious 我的很多学生也常常用错 那么,在中文里,我们应该怎样用这三个词呢? 下面,我给你一个例子 他工作和学习都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 但是,在生活中太严肃了 没有幽默感 所以,他的太太才常常和他吵架 最后,导致了这么严重的问题 你听明白了吗? 现在,会用这三个词了吗? 如果你是一个高级学习者 那么,我认为你的学习目标就应该是 能够用中文和中国人一起工作和学习 并且,能够就某一些话题 用中文进行比较深入的交流 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会建议你 不要去看一些我们写给外国人 学习中文的书 而应该去看我们中国人看的书籍和别的资料 如果这个时候你真的需要一个老师 那,我会建议你找一个阅读量比较大的老师 在我的一些高级课里面 我会和我的学生一起看我学习心理学、金融学的一些材料 有时候我也会跟他一起看他们公司的招聘和项目计划书 在这我要说一句啊 我也不是适合所有的学生的 如果我发现我们不适合 我会跟我的学生说 嗯,我觉得可能你可以先试试别的老师 如果到最后你还是发现 我是最适合你的老师 你可以再回来没关系 但是,重要的是 我觉得在开始的阶段 我们应该多尝试不一样的老师 直到找到一个适合我们自己的老师 然后尽量能够跟这个老师持续性的学习 因为学生和老师之间的了解和信任 会提高我们的学习效率 好了,我觉得今天我就说到这儿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关注、点赞、转发 我们下一个视频见